聊聊我們剛才都談過的車股 一二一一人 有朋友問的 Kenneth來的 早安兩位 早安Kenneth 他就240元有貨 他說有沒有力再上呢 有的 但我覺得不會看得太短 假設你240元買 我很建議你拿著 但有力再上 上到250元 260元那又怎樣 我覺得你不會看得太短 老實地說 車股突然要回到去年 電動車炒到輝鑊的時間 想到沒有想 你突然看得太短 要上一千元 但你240元 有機會的 Tesla上一千元 我就覺得不會 你說這麼短線 你看到很短線 在我未死前 有沒有機會上一千元 有的 或者他可能分拆過 不算分拆的因素 你把超長線的東西 是可以慢慢上 但我們在短線上 其實你240元買了 你短線 你看著股價上升 一定不舒服 是 但我覺得你要下車 試一下低位再買回來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比亞迪也沒有必要這樣去做 所以我覺得 目光看長一點點 你自己介入數 風險性實力 假設你買得比亞迪 240元買 我覺得你至少要望300元的地位 正如剛剛說 就等於Tesla 一千元的地位左右 不會是說 一兩個月內 但你看到年尾 整個2022年 如果過去之後 去到年尾發現 一些零部件供應 沒有想像中 那麼差 有些壞消息塊錢 好一點 而比亞迪今年出貨量 其實在整個行業 贏很多 他便有機會快一點上去 所以如果你說 論投資價值上面 我覺得比亞迪未必特別差 比Tesla很多 因為Tesla有很多利好因素 反應的日別 論公司質素 我覺得Tesla比比亞迪更好 但你論投資價值上面 估值水平上面 比亞迪目前來說 面對市場最怕的風險因素 供應鏈問題 他自己有個完善半導體 不同的產業鏈 刀片電池等等 這些可以對抗到大部分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說 如果240多元拿著 比亞迪就繼續拿著 大風 只要你大心臟是OK的 是 經常都說這隻股票 最好分柱級納 但沒問題就是入場本欄貴 但如果你說240多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OK的 就繼續收買它